这节课我们学习ES2020 下一个新特性 叫做空值合并运算符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给某一个值设置一些默认值 我们是不可能用这种货 去设置默认值对吧 但是这个货其实有些缺陷 然后今天我们学这样一个空值合并运算符 就是用一个解决这样的缺陷 我们看怎么去写 还是直接上代码吧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这应该是第七个吧 然后我们把它 把其他的我们先分闭掉 大家看之前我们可能会这么写 之前我们可能要定义一个A 比如说这个A的值是和B有关的 然后我可能给它设置一个 或再有个5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判断 因为我们想判断 如果你这个B是有值的 那么你就获取到B就定义这个值 如果你的B是没有值 那么我们就取对应这样一个5 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场景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看 如果B比如说我传个2 那这时候我们输出这个A 因为B是有值的嘛 2是处 是不是把2负给A 所以说A对应的值是2 这没有问题 那比如说我给B传递一个0呢 大家想一下 在我们GIS当中 0是不是false 那这时候A的值是几 0是false 它是不是还要看一下后面是不是处 5是处 所以说5负给A 你们发现A是5 可是我们希望B是0 但确实是个5 这个好像有点问题 我们再看 如果我传递一个false呢 可能我们希望B就是false 对吧 然后A也应该是false 但是你看现实方 A对应的值是不是也是5 对吧 因为其实大多数 如果我们这么一些情况下 我们一般情况下的需求是 如果你这个值 对应的是anifan的 或者是no的时候 那就相当于是 你要取出这个默认值 如果你不是no和anifan 你就都应该取的是我B这样一个值 我们试一下 anifan是false 所以说取的是默认值是5 或者说是no no也是false嘛 所以说取的是5 一般情况下 可能我们这么写的需求 只是想判断anifan和no 但是呢 因为在GIS当中 0也好 或者是false也好 它们也是假 所以说 如果你传递参数是0 或者是false 或者说这样 比如说传递一个空中串 空中串在GIS当中 是不是也是false 对吧 那这时候是不是也有问题 那如果有一种方式 能只能够判断 你是no和anifan的时候 我们认为你是假 其他的情况下呢 我都直接把你传递这个值 负给我这个a 那有没有这种方法呢 这个呢 就是ES2020 提出这样一个 空值合并运算符 所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看啊 怎么写 还是抗似a 然后呢 空值运算符是这样写的 两个问号 注意啊 是两个问号 然后呢 我们后面可以写个默认值 比如说6 我就改个数啊 大家看 比如说这时候B呢 我传递一个2 大家看啊 这得到默认值 是不是就是2 OK 那如果我传递一个0呢 你们发现 a的值就是0 那如果我传递一个false 它就是false 对吧 那如果这时候 比如说我传递是个 空送串呢 它起的对应呢 也是一个空送串 它只有我们传 anifan和no的时候 才取默认值 你们看啊 我传递一个anifan的 这边是不是 取了默认值6 那如果我传递一个no呢 那么它取到的 是不是也是6 这个其实就是 这样一个空值 和平运算符的 一个使用方式 它只有当我们前面 一个值是no 或者是anifan的时候 它才会去取 后面这样一个默认值 否则 只要不是no和anifan的 它都是取前面 这样一个传递的值 当然这个问号 我们看如果中间加一个空格 它其实预法也是报错的 所以说两个问号 是一个整体 中间呢 不能敲空格 这个就是ES2020 提出的这样一个 空值合并运算符 它用两个问号 去表示 对吧 它只有在我们当前 两个问号前面的值 为no 或者是anifan的时候 才会去取默认值 这时候如果我们设置的是0 或者是false 或者空送串 是不是都不会再有问题了 对吧 这个呢 就是这样一个新的推行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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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